今天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上次开始谈关于十字架,十字架跟现在的世界,我这次又要谈十字架,要进一步反省,十字架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还有在教会里面的角色, 还有现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个问题,它有什么样的观念,十字架,它是代表什么,我们从圣经会看到它代表受难跟死亡,义人,基督,他受难死亡,我们现在在反省, 这周就要结束,就是经百十字架,我们从这个时候以后,在剩下的这三个星期,就是在进行,往哥哥他道路上,跟基督一起进行, 这个要变成我们整个的生命的一个最核心的时期,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他就是要学习什么叫,要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基督说,除非你们是这么做的,你们不是我的门徒。 所以十字架,我们首先不要认为,十字架就是,就有十字架就已经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有些人挂很多的十字架,或者是,教堂有十字架,他觉得,哦,那就没问题了,就没事了。 我们会发现,其实,单独,十字架这个符号本身,他不会带来,什么神秘的一个力量,或者是一个,他不是一个,你有十字架就没事了,你就是基督徒。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教会,现在在新教,不少,在美国,我最近有,有去过,呃,就是十字架,在教堂上面有十字架,在教堂的旁边,呃,都有十字架,但是又挂着什么,又挂着那个,同,同志,那个,那个,那个,呃,妻子,这个就是说的麻醉。 所以,呃,就是对那些人,呃,两个是可以,呃,一起,放在一起。 呃,这个就是因为,呃,这些罪上帝,呃,灭亡了这个,这个,说多玛跟厄魔啦。 然后,保罗,呃,呃,书记,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很清楚,呃,看这个是一个,呃,一个严重的罪,人是无法继承永生。 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欺骗自己,如果是接您,呃,和他列很多的罪,呃,包括这个,呃,就无法进入上帝的王国。 所以,呃,现在,呃,正常就是,呃,研巴并不显。 就是,呃,人自己称为是基督徒,挂很多的十字架。 但是,呃,这里,这里,生活方式都是,呃,跟十字架无关。 所以,我们就是要,呃,呃,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呃,呃,呃,怕十字架,呃,哪里有十字架? 比如说,呃,你这个地板,有一块一块的地板,它不是形成一个十字架。 那就是怕,哦,我现在踏上去这个十字架就会有问题。 不是,这个,这个不是十字架。这个不是你故意画在那边的十字架。 你就不要,不要,呃,呃,什么都怕。 我们当然不行,呃,踏上去十字架。 这个是,呃,卸毒。但是你不要到处怕,是哪里有十字架。 水龙桶,那个有时候,那边下面也是以十字架符号有那个篮子。 那,呃,呃,那人家就把它挖掉。 因为怕那个水,啊,涨的水流到那边去。 所以,呃,有很多的一些误会跟十字架有关。 呃,我们要了解什么真的是十字架。 呃,对我们来说。我们,我们又不是耶稣。 所以,呃,对我们来说,具体来讲,到底是什么是十字架。 呃,呃,我们可以这么这么讲。呃,基督,他要我们把自己的老我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要清楚分辨哪里是老的我,哪里已经不是老的我。 哪里是基督。 我们一般而言,大部分的我就是老我。可以这样讲。 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爱好,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的自私,就是一个老我。 所以,一刚开始会很痛苦。我觉得我现在要克服这个,我是习惯的,我舒服的一个世界。 我要都摆脱掉,我要都改变。 那这个很,很痛苦。好像就是要,要,要杀我,要,要,呃,呃,为难。 但是,呃,呃,呃,我们,呃,如果试着这么走。 悲喜之间下,就是勇敢面对任何的痛苦,任何的忧愁。 我们就是会发现,呃,如果我们为基督这么做。 其实,上帝的祝福跟力量,呃,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呃,배机之间啊,就是我们生活上所碰到的,各种不愉快。 呃,比如说,人家偷了你的东西。或者是,呃,又经济方面,困难。 或者是疾病,或者有家人生病,或是各方面的问题,就是人家骂你,对,很痛苦,那个心里会难过。 但是那个难过,我们就是要知道,它大部分是来自我们虚荣,虚荣性。 所以那个痛苦,一开始背自家就会真的很痛苦,你如果真的要面对,不是马上自变,哦,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你骂的不是我,那个就是要丢掉自家,不要,我不要这些痛苦,我不要这些难过的感受,我要快快乐乐的生活。 所以,我们真的接受我们的谦卑,我们学习谦卑,学习悔改。 我们就,那个痛苦越来越不会就是那么痛苦。 因为我们会知道,呃,就是,呃,哪些痛苦是,呃,真的是我该面对的。 因为我就是罪人。 所以我们呢,好像就是给我们那个药,那个,那些不愉快,那些,那些折磨。 所以,呃,呃,会帮助我。 他的手摘,现在手摘也是,他只不过帮助我变健康,变自由。 所以我们就是很,很欢迎,我们就是使字架,我们就是会亲吻自己的使字架。 表示我们就是欢迎这些,这些痛苦,我们该受的都欢迎。 我们不会跑掉。 那如果他不是你真的该受的,如果是,呃,就是,呃,不是因为你的罪,而是因为你是基督的门徒。 那麼如果你真的要? 如果人家讨厌,真理。 如果是你真的是为真理,受苦,怎麼辦? 我们刚好在这个时期,在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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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有记载在俄罗斯以前的曾经,就是皇帝尼古拉二世跟他的家人,跟他们家人那时候所生下来的服侍的人贵族,帮助他们的。 他们那时候被关,被欺负,他们都是圣人,圣尼古拉已经不当了皇帝,他们受了很大的迫害。 他们那时候有一位神父为他们做礼仪,常常做,每周大概四五次,几乎是两天一次,都在举行礼仪,他们很热情的祈祷。 所以那位神父他在说明他们怎么祈祷,他是服侍神,是他应该祈祷的更热情,但是他发现他们反而祈祷的更热情,比他还恳切祈祷。 因为他们面对的就是非常大的十字架,他们面对的十字架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会死亡,而且的确他们过了一年半的受难被沼,他们之后被杀害。 所以他们蛮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又是非常前层的信徒,所以他们在属灵生活上,成长得更快,成长得非常快。 他们背的就是那种十字架,他们当然没有人没有罪,他们都有罪,但是他们背的十字架比他们的罪还大还多,因为那些还要害他们的人,其实是讨厌基督。 其实他们是要建立一个反基督的王国,他们要就是慢慢来的一个王国,他们要建立这个新的世界,那个光明的未来,什么的那些工厂,那时候,他们就是讨厌那种信徒,亲身的信徒。 所以他们不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地上阶级,不同的那个斗争什么的,不是的,他们真的就是讨厌他们身上的基督,他们为基督做建政,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他们就被基督做建政,我们就是要羡慕,我们要希望他们都变成圣人,几乎几乎,就是杀黄的家人,他们全家都变成圣人,他们服侍帮助他们的那些人, 大部分也都变成圣人,他们在那时候,就靠近神,接近神,就是很快,我们都是要不要自己把自己封锁在一个,我的一个舒服的世界, 我很舒服,我生活,我这个不敢跨我现在的这个安全的那个圈,我生活舒服,我这个一直想买东西,我的钱,我的存款,我的这个,我的那个,我的快乐。 这个就是,没有不想要放弃自己,这个就是要寻找为自己舒服的生活,这个就是耶稣说的,谁会获得自己的生命,他会失去自己的生命,谁会失去自己的生命,他会获得生命,我们就是要看他们怎么样获得,基督自己怎么做,他怎么勇敢,他是自愿的, 过去,不是被逼的,所以,我今天就是希望跟各位分享,然后,跟这个专题有关的,我也会提一下,就是现在,现在的世界,我们要,因为许多人说,现在的这个世界,它, 很乱,比如说,政教会的国家,会攻击另外政教会的国家,那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木子,这个是谁的错,导致到这个样子,是不是木子的错,还是是平信徒的错,还是是领导的错, 怎么可以这么离谱,我们要说明,我刚才提的这些,这些殉导者,这个当时的殉导者,不是随便提,因为他们,就是很明显,选择被骑士之家的那些信徒,就是被骑士之家的那些信徒, 被杀害,打赢,打赢的,在世主上,打赢的,好像就是魔鬼,就是那个反基督的那个势力,在上帝面前,他们得赢,他们获得皇冠, 之后,大幅态,大部分的苏联人口,苏联百姓,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帮他们,要把他们拉走,拿走,就是马马太体 打赢,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回复,我们现在教会开放,不是说马上所有的这样子走那个方向,所有就转到这个样子,转到要被洗手指甲,要跟随基督。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以为现在大部分的俄罗斯或是乌克兰人口就是先生的政教,绝对不是,非常少数的人才是。 所以现在牧者他也不能负责全部的社会,全部的国家,全部的领导,他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性。 所以部分责任当然是在他们,在我们,我们是牧者,就是身上,但是这个责任不是全部的责任。 因为现在我们主要负责那些信基督的,愿意想要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就是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不要搞错,到底什么叫跟随基督。 不是拿武器去杀别人,这个是跟随基督。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解释给那些,我们先要自己搞清楚。 因为现在也不是所有牧者信徒都搞清楚这些问题。 太,魔鬼那个鬼诈,太厉害了。 所以很多被误导,被迷惑。 对,但是我们也就算清楚了,我们只能释责影响信基督的,愿意听我们。 现在大部分的人口刀口,大部分的百姓都不会听教会,不会听牧手,不会听一般神父。 他们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生活方向。 他是可以参考,但是他大部分就是会从他的角度去论断,去判断。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利。 我去过那些地方,我看过那些战场。 所以我蛮清楚那边的状况。 所以现在在那边打,主要的打仗就是,因为不愿意跟随基督。 两边,两边都是。 所以我们现在尽量不要以这种,为什么教会这个,为什么基督徒是这个。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自己先要好好地抓住实际架,真实的实际架是什么。 真正的那个老我是什么。 怎么样把他杀掉,怎么样把他那种压到不行,要钉下十字架,把他压到钉下十字架。 才有自由,才有一个分辨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分辨的能力。 到底到底那个妈妈在哪里?基督在哪里? 因为将来也会是那个样子。 大部分的世界会想要妈妈。 那妈妈她一定讨厌基督。 所以真正的基督,不是挂十字架她就讨厌。 不是的,她可以接受。 但是她讨厌的是真正的跟随基督的人为基督做见证的,为基督的爱做见证的。 真实的实际架她才讨厌。 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地学习,开始自己每天跟随基督。 然后我们信仰的生活的这种认证,就要想那些被迫害的那些信,他们的祈祷多么可切。 他们他们基本上放弃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他们的那个世俗上的,都跑掉。 他们专注在服侍主在属灵生活上。 对他们来说这个比较重点。 我们就是也要这样子,才真的可以成为基督徒,又可以成为圣人。 好,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一点。 祝福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理智。 祝福。